一个基督教援助团体表示 尽管上个星期有10名援助人员遭到杀害 可是他们不打算离开阿富汗 塔利班和另外一个激进组织 声称对残杀事件负责 他们指责救援人员是间谍 试图让穆斯林皈依基督教 这个援助团体则反驳说 那不是事实 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遭到杀害的救援人员 包括一名牙医 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 他们在偏远的东部省份 牛里斯坦为贫穷的村民提供医疗服务 他们是喀布尔一个慈善机构 国际援助使命团的义工 这个团体在阿富汗已经有40年了 这个团体说他们没有传教 并且将继续留在阿富汗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指责 这次残杀行为是卑鄙行为 我们最强烈的谴责这种残杀行为 我们也谴责塔利班企图给这些 在阿富汗的救援人员 加上莫须有的罪名 来为屠杀行为寻找理由 六名美国人 两名阿富汗人 一名英国人和一名德国人 在完成任务返回喀布尔的路上 遭到枪手伏击 他们的遗体被送往喀布尔的医院 这个救援团体的领导人 利特尔是一位眼科艳光师 从1970年代起就生活在阿富汗 和妻子莉迪一起抚养三个女儿 他的一生都投入在那里 提供眼科服务 培训眼科专业人员 用非常实际的方法 向阿富汗人传达上帝的人词 托马斯·格莱姆斯 辞去了在美国的牙医职务 为阿富汗人提供免费服务 格兰·莱普是一名护士 谢里尔·贝克特 住在喀布尔 从事社区发展工作 凯伦·吴是一位外科医生 本打算两个星期后 和帕迪·史密斯结婚 他总是愿意帮忙 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一些遇难者的家属 请求在阿富汗举行葬礼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